以下節目是由卓越財富集團 Jenny Chen NBA 贊助播出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收看商界總橫 我是Mina李時平 在這一節的商界總橫 我們將會探討國稅局的審計 以及海外資產漏稅的處罰 今天在節目現場我們有兩位嘉賓 首先就是觀眾朋友已經很熟悉的 卓越財富集團的副總裁 Jenny Chen 那Jenny是MBA的金融核信息管理碩士 那她就不光是百萬元桌的頂尖會員 同時她也是百萬元桌 U.S. Tax Planning Committee 以及U.S. Protection Committee的會員 那她同時也是國際金融理財的講師 那另外一位嘉賓是已經擁有 二十年經驗的前國稅局 稅查員Eva Wu 兩位好 Mina你好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首先我想非常感謝新老客戶的大力支持 非常感恩 今天在我們的節目現場有一位貴賓 她是我的非常好的朋友Eva Wu老師 歡迎您 大家好 好的 在今天的卓越人生財富解碼的系列節目中 我們今天來探討一下這個國稅局的這個審計 還有就是這個海外資產的逃稅的一些處罰 現在基本上到了年底了 大家也在這個就是積極的想是審稅 南彥德胡子的原因之一 那國稅局要查的話 大家先要了解就是 每一個納稅人在國稅局的檔案裡面 就只有一個Social Security Number 設安號碼 其他的資料都是從四方八面的輸入 Information Forms給了IRS 然後呢 譬如說這個Information Form就是W2 1099 就是我們的薪資收入的表格 還有那個幫人家打工的Contractor的Income 還有呢就是K1就是Partnership或者是S-Corporation 這些呢就是Information Report 然後這些資料呢送到國稅局以後呢 那國稅局就用它的Software Match這些資料 跟我們報的Income Tax Return上的Information 有沒有Match 假如沒有Match呢 這就是第一個會亮起紅燈的 因為這是很很easy的 就是一個Reconciliation between Information Return 和我們在Tax Return上的Information 或資料有沒有配合 那另外還有兩種情況呢 一個就是DIF Score 那DIF Score呢是 算是IRS中間一個比較 比較secret的一個index 那原則上呢 這個DIF Score呢 就是按照每一個人的 Income的收入的變化 還有Expense的這個分佈的情況 譬如說在Schedule C裡面 在你的Rental Property裡面 還有呢你的那個Lifestyle 就是說你住的地方 ZIP Code 那個假如說譬如說是Hitsboro Laus El Tohy啊那些貴的地方 可是你Income報的並不是很多 那這個DIF Score呢就會慢高的 這就會亮起紅燈了 第三個呢就是那個會被查到呢就是Special Project 那這個Special Project呢就是譬如說 你到銀行裡面去存現金的時候 他會給你一個假如說超過10,000 cash的話 他會叫你填一個phone是8300 就是那就是要預防一些money laundry 那這種不僅是銀行啊 在一些car dealer supposedly你的jewery dealer 還有那個賣車子的這些 他你用現金付錢的時候 他都會request你填一個你私人的資料 那這些資料呢也是IIS收起以後 假如他Special Project 他專門抓這種money laundry的時候 就是會被查的對象 所以付現金的時候他還要就是說 國稅局就會也會亮起紅燈這麼樣嗎 對對因為他是專門要prevent 來路不明的現金的偵查 那如果Incase我們真的收到了 這個國稅局的查稅的信件 那大家都是一盡二害怕的 那怎麼樣去應對 主要的這個國稅局的查稅的方式 是有些什麼呢 其實國稅局申了這個letter 就是我們剛剛說那個三種情況 trigger以後 那有三 有其實兩種 一種是用那個mail寄給你 告訴你說他要查些什麼東西 那這個就是比較簡單的 因為他會identify他對你哪個有問題 那他送這個信給我們的時候 並不表示你一定欠稅 他只是說對某一個item有question 那我們的責任呢 就是把它解釋清楚 千萬不能想到說是36級走為上策 他會從追不死 然後把你沒有解釋的問題就把你很武斷的就算成是你欠的稅 那另外一種情況呢就是大家要他會要求你帶了資料到國稅局的那個辦公室去 他那邊有稅查員在IRS的office裡面 這個時候因為面對面的時候他可能會多問你一些問題就比第一項比較麻煩一點 那大家去的時候就是稍微準備一下該答的問題也不必多答 我想呢最近這個國稅局呢有一個最新的一個消息就是說 國稅局已經跟全世界大概有14萬多的這個銀行或者金融機構做一個這個就是國際的數據的直接的交換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國稅局可以直接的拿到這些information是對美國人在海外的資產 那在就是灣區的很多的一些朋友的話還在這個鋌而走險 您有什麼樣的建議怎麼樣讓他們可以立即的去申報海外資產呢 OK這個海外資產其實originally呢國稅局針對的是那些很有錢的大咖 他們把資產賣掉賣了幾個million或者或者是上億的 然後把那些錢呢存在那個瑞士或者是逃稅天堂裡面 那那些抓了以後呢是國稅局進帳了非常多 可是因為現在國家只開支高然後借貸高 所以一般人呢有海外資產他通通都一網打盡了 那這種資產呢大家就像我剛才介紹第一個問題的時候呢講 在國稅局對一般納稅人是完全沒有資料的特別是這種海外資產 所以國稅局這個Panity的真正的用意呢 是相反的鼓勵就是就是像像父母說你不做你不做我會打你喔 就是要大家把那些資料報上去 像他的database裡面才有一個starting point的information 那如果他真的不報的話也不會受影響嗎 Well 重點就是我們有了錢以後大部分是希望把那錢匯到美國來享受對不對 那你匯到美國一進帳的時候他就他就可以連到說 你在海外有資產然後你沒報 那時候他就他就他就是說我已經告訴你你要報你沒報 所以這個Panity就馬上就assess上去 是我想呢觀眾朋友大家都談的意猶未盡 那如果您對這個國稅局的審計和海外資產的這個報稅的話 有任何的問題呢請來參加我們下週末有卓越財富集團 和我們的吳老師一起連辦的這個講座 我們講座的報名電話是18772538288 I rain deadline 一醒二日 Costco 1.87725382828 1.877253828 一十二日問 一十二日出 accordingly 8772538288 2.888 2.888 2.888 1.888 2.888 8.888